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种血迹是一种飞溅的状态 而它是有一种像滴上去的那种状态 所以说这一点我们是产生了一个疑问 八年后 它竟然死而复生 就是像我像堵在一把 活了就活了 不活就死了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海上船员失踪之谜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有一个关于远洋船的故事 说的是在1873年12月5号 有一艘船在大西洋上碰见了 另一艘奇怪的船 这个怪在哪呢 那艘船明明在航行 甲板上却空一人 对于喊话也没回应 大家有点吓着了 咬了牙登船查看了一下 那更是吓懵了 这整艘船上竟然一个人都没有 全员失踪了 后来大家发现 这艘奇怪的船是 马利塞雷斯特号 原本是由纽约去意大利的 船上有船长一家 以及实名水手 可现在他们全都不见了 更蹊跷的是 船的这个餐桌上还摆满了食物 似乎他们是在吃饭的中途突然消失了 当然了 这事情一百多年前记载的 其中是不是戏剧性的夸张 我们不能确定 但至少说明一件事 那就是当船航行在海上的时候 它是一种孤岛状态 除非遇到什么危险 否则人是不太可能离开船的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件事 却是一名船员从船上失踪的事 让我们把时间拖回到八点前 上海岸边外高桥码头 从码头向海面望去 会发现远处有一艘远洋货轮 正在缓缓地驶向岸边 它是一艘哥伦比亚级货轮 可就在这个时候的另一边 上海公安部门却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说在上海外高桥茅地上 停的一艘哥伦比亚级的外轮上 有一名水手突然失踪了 大家想想 船航行在大海上 虽然我们说它快靠岸了 但事实上那茅地距离 真正能上岸的马上 还有很远很远的 所以说白了 这艘船它还是孤岛状态 这种情况下居然有船员物件了 这当然很不可思议 那么这船员到底是怎么不见的 这艘船的运营方 是上海船务公司 据船长说 施工船员姓张 1979年出生的山东人 而张某消失的情况还真别说 那是相当的奇迹巧 到晚半夜11点钟12点 他值班了 靠马头了 然后就全船都要起来工作的时候 找不到这个人了 也就是说在没有人看到 也没有人察觉到的情况下 莫名其妙的 这船员他就找不着了 大家当然是吓着了 只能赶紧报警 而警方呢也在第一时间登船了 并且进行了仔细的勘察和搜寻 结果已经猜到 人嘛是没找到 但是却找到了个让人特别意外的东西 当时呢我们发现了一个带血的衬衣 以及还有发现一根铁棒 然后这个铁棒呢 其实是他们船上所使用的一个工具 还有就是一只鞋子 这些东西说明了什么呀 警方组织了其他船员进行辨认 大家发现这些东西还真就是张某的 这一下大家就紧张了 可能是一个冲刷 或者是有斗骨的一个现场 没错 怪不怪张某被别人害了 而警方继续寻找 又有新发现 然后我们让我们的技术人员 进行了一个仔细的勘验 然后发现有11处血迹 衬衣鞋子再加上血迹 这简直让人不敢想 难道说张某真的是遭遇了什么不测 而他的人已经被丢下船了 有这样的猜测令人不寒而栗 生与死的关键时刻 警方加快了这个侦查的速度 他们决心要搞清楚 如果真是有人害了张某 那么谁会是嫌疑人 之前我们说了 这个船还在毛地 船员无法离开船 反过来也没有其他人 能上得了船 那么伤害张某的 会不会就是其他船员 只不过他伪装的太好了 没有发现 警方就开始一一调查 但是结果万万没想到 船员之间 同事之间了解下来 他这个人平时跟人接触 还是比较平和的 也没有人跟他有这种深仇大亨 甚至于要那种谋杀的显示 去谋杀他 也排除这点情谈 太奇怪了 一方面是明显的邪迹 可另外一方面的所有的船员 也都被排除了嫌疑 你说实在这时候警方甚至都怀疑是否有海盗之类的人偷偷杀过船 否则这一切根本就说不通 也正是在所有人都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 突然技术人员又发现了一个更加蹊跷的情况 因为这个血迹感觉不太像那种平时我们看到的杀人现场 或者是斗物现场那种血迹是一种飞舰上的飞舰的状态 而它是有一种像滴上去的那种状态 所以说这一点我们是产生了一个疑问 也就是说从血迹的形状来看 张某好像又没有跟人发生过冲突 可如果不是冲突 张某怎么会流血甚至失踪呢 这不更无法解释了 就这样 谜团竟然像那个毛线球一样越卷越大 没有人能够解释这奇怪的一切 这件事情此后呢 就是在我们行政支队里面往回流传 因为这件事情十分的蹊跷 作为一些我们办案的老民警 也觉得这个疑点很多 即使是疑点从从 即使是很不甘心 但是没办法 警方只能宣告张某失踪 而远在千里之外 煽动辽城 张某的家人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呢 也是彻底崩溃 在这介绍一下张某家里头有年迈的父母 妻子以及年幼的孩子 一家人都是靠张某挣钱养活 出了这样的事 你说能不崩溃吗 他们也在第一时间来到上海 找到了传播公司 因为他失踪嘛 也没有认定是死亡啊 也没有认定是工伤啊这种 就一口咬尽 就让公司来赔人啊赔钱啊 那么就在公司又静坐啊 又哭闹啊 搞了半个多月 对我们公司呢 这个工作秩序啊 什么造成了蛮大的影响 眼看孤儿寡母的公司 一方面很无奈 另外一方面又出于同情之心 再加上警方始终没找着张某 最终川普公司就决定 先垫付赔偿金 发生这种情况呢 其实按照规定来讲呢 因为他是失踪 你也没有认定是死亡 也没有认定什么呀 是很难得到赔偿的 所以说公司呢 就考虑到这个情况 所以这个道义啊同情啊 就先由公司垫付了 一部分赔偿金 应该有79万多吧 赔偿了他的家属 然后这个事情呢 就算是告一段落 在传务公司与张某妻子 签订的和解协议当中 能够看到传务公司 一次性赔偿 估某人民币 79万9千元 协议当中还说明 如果日后发现张某生还 胡某的这个保证 要立即连带的 无条件的全额 退博还你上述赔款 还要提一下的是 除了公司的赔款之外 张某的同事 还在张某进行了捐款 后来呢公司因为考虑到 这个有老人有孩子 现场呢就有几个员工 就给大家给他们捐了款 觉得也是蛮可怜的 给他捐了 捐了应该也不少钱 以这种形式来帮助张某家人的生活 这也算是给了他们心理上一些安慰吧 事已至此 这桩迷案似乎只能画下一个句号 让他暂时封存了 大家在绝望的同时呢 又似乎隐隐地期待着 会不会还有奇迹发生的那一天 会不会张某其实只是像鲁宾勋那样 经历了一场冒险 事实上他还活着 可是真的会是这种可能吗 不得不说 有时候现实当中的事 就是比电影里头精彩 我们把时间播到八年之后 也就是2018年11月27号这一天 上海警方说 他们接到了一个 吓了一大跳的电话 来电话的山东辽城警方 他们在电话里说了什么 您听了之后别太惊讶 有一名叫张某的人 向他们投案咨询 没错 时隔八年 就在大家真正绝望之后 张某居然出现了 更让人不理解的是 张某的出现方式 居然是自首 大家都要蒙了是不是 这怎么回事 张某当年到底去哪了 在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又为什么要自首呢 别急 我们马上就让张某自个儿出来 好好的解释解释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节目目前正在 手机将一台上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 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一个失踪了八年的人 突然出现了 他究竟会说些什么 让人没想到的是 张某开口的第一句话 竟然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 我像堵在一把 活了就活了 不活就死了 怎么回事 怎么这个张某一开口 就让我们有点懵呢 他这话什么意思 据负责案件的警察说 他们也发现 张某的内心似乎 相当地纠结矛盾 我们过去见他的时候 他是一种感情比较交织的状态 就是一种 就是痛苦悔恨 然后又一种很无奈 对交织在一起的一种感情 然后在我们 连夜的突击审讯下 然后张某 终于交代了自己 隐藏在自己心里面 七年的秘密 接下来 真正的解密时间到了 据张某公述 当时的事情是这样的 2011年8月27号 张某所带的货轮返回上海 考案件呢 船先是停在了 这个外高桥水域的 一处茅地上 这时候呢 张某趁大家还没醒 决定实施一个 他蓄谋一九的计划 这个计划相当疯狂 第一步呢是这样的 把那个血液弄到了头上 顺着那个血液流到来 我的那个衬衣上面 我又把衬衣 撕扯以后 做成一种活动的那种 现场的那种形式 弄了两根那个 我们船上的那绑杂的那种 绑杂钩子 我都又丢到海里面 就造成了一种 被上船偷东西的 做的这种现场 伪造有人偷东西 自个儿被伤害的现场 然后呢 张某的第二步 他又要干什么 然后他是 拿了一个塑料袋里面 装了许多 就是说 就装了一点钱 衣物 然后是准备 想要挑到水里面 然后游到岸里 明白了 张某这是要伪造 自个儿被害的假现场 然后呢 自个儿再靠水性 直接游回到岸上 那可还是让人不理解了 张某为什么要这么做 目的何在 你要知道 他这么做 简直是拿生命冒险的 前头我们也说了 这船还没靠岸呢 是在茅地 这地方距离真正的岸边 用陆地距离计算的话 少得几公里 多得十几公里 甚至几十公里 张某这么用命一搏 他到底图个啥呀 让人没想到的是 张某再往后说的话 就让人震惊了 他表示 他这么做 还真不是为了这个 而是为了救人 救谁呢 他的父亲 原来张某的婚女 当时查出了患有肌肉萎缩 这就让张某非常痛苦 肌肉萎缩 对我来说 我这个常识当中 我能认识到就是见动人呢 当时脑子就大 他说你这个病不好弄啊 他说 张某是个孝子 非常希望帮助父亲治病 但是无奈的是 张某说呢 自个儿家嘛 特别穷 不再穷 还特别倒霉 因为家里患病的 还不止父亲一个人 他的妻子 也刚刚大病出狱 他因为那个矿关节 先天性发育不全 生完孩子以后 就不能复位了 医生说只能做自患术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这种手术药 长根据十年左右 都要患一次 妻子的病脱不得 张某说他就多上传 多出汗 好不容易才攒了点钱 靠着这份集续 他家人又跟亲戚借了三万 这才让妻子做了手术 手术之后 家里可以说是一天无喜了 本来张某想着 钱没了不要紧 人在就行 再辛苦几年 日子也就过起来了 可他万万没想到 妻子刚好风险又病了 还是肌肉萎缩 这么个复杂的病情 这就让张某特别绝望 而他即使如此 他为了妻子的身体 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家里其他人 他选择了自己承担 他想给父亲治病 可是钱又从何而来呢 正好就在这时候 张某再一次接到了公司的电话 上传之后呢 张某特父亲是日夜牵挂 经常打电话 但电话里传过来的消息 却一次比一次让他难受 反正总之他说 又感觉小便的时候困难 特别困难 困难 身体越来越不像听死光 这种压力让我 针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张某说他知道 父亲的病不能再拖了 可是前从何来 张某在痛苦中纠结 他找不到姐姐的办法 但是突然 他说他看到了个电影 韩剧上面 一个船员遇难了 得了一笔抚血金 这个故事 我就想 我是不是可以 利用我的牺牲 能换个三十十万 可不是不是就不 把当前的这个 人为自己给解决了吗 是的 电影里的桥段呢 竟然让张某 生出了不武法之心 他希望可以通过 同样的方式来 骗得一部分公司的补偿金 于是呢 就在2011年8月的那个晚上 张某行动了 他先是制造了 打斗的现场 然后跳到海中 大家可能会好奇 距离岸边那么远 张某怎么可能游得到 张某说开始 他也没信息 可是当他到了海里头 他突然发现 自己的求生欲望 特别强烈 还是想 本身的本能 还是想多 只能说有求生欲望 让张某 泵发出了潜能 也要说他相当幸运 还真就让他游到岸上了 之后呢 辗转回到了老家 躲在父亲一个养鸡的棚子里头 并且单独偷偷见了父亲 一见儿子居然还活着 哎呦 张家父亲 那是无比的惊讶 那是蒙了 当着父亲 看到我以后 摸了摸了摸了摸 我的脸说 活着就好了 活着就好 啥也没有说 先活着就好 我就 我父亲 扣了一小会 能不吓着吗 这在老人心里头 等同一个儿子 死而复生 然后老人也好奇 儿子去了呢 但是张某说 他不敢告诉父亲真相 我就给他说 我说我在船上 不是掉海里了 是遇到 遇到上船偷东西的人 我和别人 别人打起来了 把别人推到海里 推到海里给弄死了 我说我杀人了 我还这样给他说 张某说 父亲一听完 就让他去自首 可是被他拒绝了 父亲没有诱过他 也就摸血了 并且帮他引起了一切 再之后我们就知道了 张某的妻子 不知道丈夫 其实就藏在 离家不远的那鸡棚里头 他去了上海 得到了抚慰金 听说妻子拿到钱了 张某就安心了 又继续躲了三个月 这才让父亲通知妻子 我当时有事用的 我父亲也没有跟我老婆说我活在市场 我老婆以为是我的尸体找大了 或者什么了 就跟老婆亲去了以后 他当时一看到我 看到我稍微一冷 抱着我哭了将近半个月 回了家有了钱 他甚至还用了上学的时候 办理了另外一张身份证 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那看上去把张某似乎如愿一场了 可是他的生活真那么好过 未必 首先张某绞尽脑汁骗来的钱 并没有能够挽救父亲的生命 然后他父亲那时候 是直到16年过世的 然后在此过程当中 也花费了很多的意料 其次张某自个儿的生活也是一团糟 他从来都没有感受 正大光影地出过门 我一看到那种警察在旁边 听到的时候心里特别的 特别的不踏心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自己就像温神一样 你看到有的时候 我遇到一两次看到人家 就是说自己 有的时候人认识你 你看到他了 他在躲避你 我就想 人家是在故意躲避我 看到我 你那人怎么还在活在这儿 人家躲你 更重要的是张某说 他万万没想到 公司会给那么多的抚慰金 甚至同事们还好心地 给他捐了款 这就让他更害怕了 当时一说 张某赔了八千万 吓我一跳 我就想 这赔个三千万就差不多了 一下子公司赔了那么多钱 我当时真吓坏了 太多 你给了钱以后你又还了 这个事情 整晚又暴露的 至此 我们对张某的经历 可以说完全都弄清楚了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 张某为什么早不自首 晚不自首 偏偏在八年后突然现成了 张某表示 这确实是有原因的 2018年 山东进行人口信息核查 发现张某有俩身份证 要求他进行注销 这向张某明白 不肯再也躲不下去了 我就一看事情 再这样下去 没有什么意义 他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加快了我去自首的这个事情 于是 第二天 张某就来到盘处所 主动投案自首 八年的谜团 终于水落石出 而当年与张某 一同在船上工作的同事 知道真相之后 那都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 哎呦 感情他们白伤心这么多年 为了这件事情 大家 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付出了很多的金钱 结果到最后 一下子 发现原来是一个诈骗犯 就是在这种感情上 在这个就感觉到 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觉得很不值得 就很气愤 可不是嘛 张某的行为 确实是太让人不可思议了 也太让同事们安心了 2019年7月19号 上海市红果区人民检查院 以张某涉嫌诈骗公司财务罪 向上海市红果区人民法院 提起了公诉 那么张某呢 他实施客观上实施了 一个虚构事实的一个行为 隐瞒了他还生存的一个信息 并且呢 就是欺骗了这个被害单位的钱财 达到了一个非法占用 被害单位财物的一个目的 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诈骗案件 2019年8月21号 上海市红果区人民法院 公开审理了这起案件 这个案子呢 当庭就进行了宣办 被告人犯罪后 自动投案 并如实 公诉自己的罪行 弃自首 可减轻托罚 依照中华人民各国刑法 第266条 第67条第一款 即第64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 一 被告人犯诈骗罪 判处有其读刑 九年 并处罚金 人民币十万元 二 追缴张狂 包含被害单位 判了九年罚了十万 从法律角度来说 这已经算是从清处罚了 因为张某有自首情节 也因为考虑到了张某的出发点 是为了给父亲治病 这是法律温情的一面 但是有句话说 其情可能持罪必乏 成了张某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 也可以说他不是个绝对意义上的坏人 甚至呢 还可能是个孝子 但是他的行为 无疑在法律上占不住 更是对曾经雇佣他 信任他的公司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伤害 要知道 不幸的生活 绝对不是你犯罪的理由 否则还谈什么社会规则 更何况 天无决人之路 一方面 我们国家针对许多疾病 都有专项救助机制 以及救助基金 另外一方面 现在各种救助平台也很发达 愿意伸出援手的人也很多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但如果你不去想有效的办法 而一味地钻牛角尖 走外道 那一定会把自个儿 纵进紫图桶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 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 来到方式告诉我们 好的 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看 更多精彩内容 那就请到 各位应用市场 去下载手机 交易台客户的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